这天,格力乔冒着大雨 拿着小赛罗他们最爱吃的食物 在路上伤心地走着 赛罗哥哥,你到底带孩子们去哪里了 这可是孩子们最爱吃的食物 可我却找不到他们 我这次犯的错 赛罗哥哥应该不会原谅我了 这该怎么办了 我真的好想他们了 格力乔这是怎么了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让赛罗奥特曼如此生气 还带着孩子离开格力乔呢 原来就在昨天 乔妹妹,今天我要出去一趟 你就负责接送孩子吧 好的赛罗哥哥 你今天要去哪里呀 是不是去光之国巡逻呀 贝利亚那家伙不是决定 重新改过不做坏事了吗 他最近在非常努力学习奥特曼歌曲 今天还开演唱会呢 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 他邀请我去观看他的演唱会 所以我要抽空去一趟 给他加加油打打气 小伙伴们也可以给贝利亚一朵小红花 鼓励鼓励他 好吧,那你快去吧 那辛苦乔妹妹了哦 今天在家要照顾好孩子 最近挺多黑暗军团出来捣乱的 你就放心吧 我会看好孩子的 好的,那我先出发了 我会早点回来的 转眼间 就到了上学的时间点了 孩子们,一会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吧 太早了,我今天要多睡一会 我就不管你们了 记得要直接去到学校哦 可不要自己偷偷跑去完了 放学我就去接你 什么,我们自己去学校吗 可是好远啊 等我们走到学校都迟到了 我管你们迟不迟到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别吵了,快去吧 我要睡觉了 睡眠不足会让我变老的 就这样,两个小奥特曼自己去上学了 可是奥特小学离赛罗家有几百公里啊 这两个小奥特曼能不能坚持走到学校呢 他们走了两个小时 都还没有到达奥特小学 这时天空又下起了大雨 小奥特曼们寸步难行 哥哥,还有多久才能到学校啊 我们已经迟到好久了 老师一定会批评我们的 妹妹,我也不知道啊 下雨了 我们赶紧走吧 你也走快点 可是我好累啊 我不想走了 那可不行 我们必须得去到学校啊 不然被妈妈知道就糟糕了 妹妹你要坚持住啊 遇到困难可不要轻易放弃 就当他们在路上走着的时候 路上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啊 好可怕呀 我也好怕啊 哥哥,我们该怎么办啊 这时,一个可怕的鸡头怪 出现在小奥特曼的面前 好可爱的小奥特曼啊 快给我站住 你,你想干嘛呀 我没想干嘛 我就想跟你们玩玩而已 别害怕 可是我们不想跟你玩啊 我们还要赶着去学校呢 你就让我们走吧 什么,让你们走吗 这是不可能的 好不容易遇到两个 毫无反抗之力的小奥特曼 我今天真的太幸运了 你们赶紧跟我走吧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两个小奥特曼 就这样被这个鸡头怪带走了 然而 这时的格力乔 还在床上躺着睡觉做美梦呢 他似乎忘记了 还要去接小奥特曼们放学这回事了 而且小奥特曼们 也并没有到达奥特小学呢 赛罗奥特曼 还特别交代了 他要照顾好小奥特曼们 而他不但没有送孩子们去学校 而且还在家里睡着懒觉 并不知道孩子们被鸡头怪抓走了 真是离了个特朗普 这时候的格力乔 突然惊醒 糟糕 都这么晚了 该去接孩子了 我先看看赛罗哥哥的定位 太好了 他还在那里看演唱会 幸好啊 赛罗哥哥还没有回来 不然就要被他骂了 我现在赶紧出发 一定要赶在赛罗哥哥回来之前 接到孩子 当格力乔赶到学校的时候 老师说的话 让格力乔惊呆了 老师 我来接小赛罗他们了 不好意思哈 今天有事情耽误来迟了 家长你搞错了吧 你家小奥特曼 今天并没有来学校啊 老师你别开玩笑了 我家的小奥特曼 今天早早就出门了 我没有开玩笑 我还奇怪呢 平时都是来最早的 今天没有见他们来 我还以为他们生病了 没有来学校呢 正想联系你们家长 怎么没有给孩子请假呢 好的 那我知道了 我先回去找孩子了 这该怎么办啊 两个小奥特曼到底去哪里了呢 千万不能让赛罗哥哥知道啊 不然我有八百张嘴都解释不清楚了 我赶紧看看赛罗哥哥的定位先 这时的赛罗并没有发现小奥特曼们不见了 他还在看贝利亚的演唱会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演唱会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们 感谢祖国 感谢相信光的小伙伴 最后 感谢一位多年以来都一直默默支持我 带领我变好人的兄弟 他就是我的赛罗兄弟 这一首奥特曼歌我要送给他 今天我们来唱一首奥特曼的歌 初代课分塞文杰克雷欧要记得 伸出你的手 跟我一起走 唱出你的生命 走了完美的节奏 克罗布贝利亚阿布特里加斯高的蒙比尔斯 克里加加古拉西高里雷切都比克的莱特塞斯 你不得怕我得像你阿斯 带达克塞阿斯 现实提示 好的政府 托莱吉亚 维克德里 阿斯特拉 麦克斯 艾克斯 拉伊斯 莱沃斯 尤里亚 雷格鲁斯 采罗太加高斯 芳马 盖亚和银河 爱世界的欧布地加 泰拉和采罗 拉拉拉拉拉 和他别忘了 逃下了不可怕 要勇敢学会向奥特曼战胜死我 格里乔找遍了奥特小镇 都没有找到小奥特曼他们 他便在路上哭一会 又回家了 小奥特曼他们也已经被鸡头怪带回了他的秘密基地 他们害怕极了 这时赛罗正好看完演唱会回到他的能量场 累了一天了 准备休息一下 不料却感应到小奥特曼们有危险 糟糕 小奥特曼们有危险 鸡头怪知道赛罗的到来 吓得连忙跑掉了 只留下了小奥特曼们 爸爸 你总算来呀 我们真的好害怕呀 孩子们别害怕 我这就带你们回家 回到家的赛罗非常生气 拿起武器就要冲进去质问格里乔 为什么没有看好小奥特曼们 听到声响的格里乔走了出来 真的太好了 小奥特曼们终于回来了 我找不到你们真的好担心啊 担心吗 你还好意思担心 你是怎么照顾孩子的 怎么能让他们被黑暗军团的鸡头怪抓走的 真的太可恶了 赛罗哥哥 我也不想的呀 你不想吗 我都说了最近有很多坏蛋出来捣乱 千叮嘱万叮嘱让你看好小奥特曼们 你怎么能让他们自己去学校 而且发现他们不见了还不告诉我 也没有去寻找他们 你这算怎么回事 我真的太生气了 你自己好好面壁思过吧 我带孩子走了 就这样 格里乔面壁思过了一整天 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决定要出去寻找赛罗和孩子们 跟他们道歉 他还准备了孩子们最爱吃的食物 带去寻求他们的原谅 赛罗哥哥 你到底带孩子们去哪里了 这可是孩子们最爱吃的食物 可我却找不到他们 我这次犯的错 赛罗哥哥应该不会原谅我了 这该怎么办了 我真的好想他们了 他在路上找了很久 都没有看见赛罗和孩子们 于是他来到了贝利亚家 贝利亚 你有见过赛罗哥哥吗 没有啊 格里乔你这是怎么了 我做错了事情 赛罗哥哥生我的气了 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 我找不到他们 原来是这样啊 他没有带孩子来过我这里哦 你还是去泽塔那里看看吧 好的 谢谢你贝利亚 紧接着 格里乔就来到了泽塔家 泽塔 你有见过你师父吗 他有没有带孩子来过你这里 没有啊 我都好久没见过师父了呢 你不会给他打个电话吗 没用的 他不会接我电话的 我还是继续找找看吧 就这样 格里乔在路上找了一整夜 也没有找到赛罗和他的孩子们 这该怎么办啊 天马上就要亮了 我还是没有找到他们 他们到底去哪里了 有小伙伴能帮帮我吗 我已经知道错了 赛罗哥哥 求求你原谅我吧 快点带孩子回来吧 那么问题来了 赛罗奥特曼到底去哪里了呢 有见过赛罗奥特曼的小伙伴 给格里乔提供点线索帮帮他吧 谢谢大家了 注意看 今天是光之国一年一度的 奥特英雄大力王比赛 爱看奥特曼的小伙伴 记得带上鲜花来观看 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 赛罗战队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现在是二号选手 贝利亚战队入场 我们再次掌声欢迎 我的天啊 这是什么情况呀 他们这是要开始决斗了吗 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奥特大力王比赛 双方队伍已经到期 今天的比赛规则是 双方每次派出一人与对方进行推石头 石头推过对方白色圆圈 胜利最多的队伍就是今天的冠军大力王 将获得光之国本届的大力奇迹杯 大家一定要加油啊 我小镜子先来 肯定取得第一名的 支持我的小伙伴 记得给我奖励一朵鲜花 我老来虽脑子不行 但是我的力量绝对不是吹的 第一轮比赛 就是我们的镜子骑士 对战玉米棒子 那么大力王到底是谁呢 我们敬请期待 哎呀 这个玉米棒子的力气太大了 我快坚持不住了 我老来吃的多拉的多 当然力气也多了 哈哈哈哈 小小镜子还想跟我斗 想的美了吧 第一局贝利亚战队胜 获得了一分 还是看我的吧 我拖雷击呀 才是最强的 只要我再赢一次 就可以直接2比0 拿下大力杯了 去去去 小小拖拉机赶紧走吧 我火焰战士在此 你休想赢 就这样 双方开启了猛烈进攻 这一局至关重要 只要贝利亚战队再赢一局 赛罗战队将无缘于本次比赛 他们是否能反败为胜呢 加油啊火焰战士 加油啊火焰战士 拖雷击呀 加油啊 我支持你火焰战士 听到大家热烈的欢呼声 一句句加油 激起了火焰战士心中的斗志 他发挥出了全部实力 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 真的太好了 第二局赛罗战队的一分 现在 时间进入了比赛的高潮 最后一局决胜负了 那么今年的大力王奇迹杯 到底是奥特曼的 还是黑暗军团的呢 比赛真的相当精彩 小伙伴们快给你支持的战队加油吧 今天让你们看看黑暗皇帝贝利亚的厉害 小小赛兔子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哈哈哈哈 我赛罗也不是闹着玩的 贝利亚你就等着哭鼻子吧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赛罗和贝利亚的实力 真的不会上下 不愧是光之国最强战士 加油 这么多人看着我贝利亚 不能输啊 不然我这老黑脸都要丢掉了 有那么多相信光的小伙伴 给我加油打气 我赛罗一定不会输的 加油 欧利给 赛罗队长 我们光明的奥特战队 是不会输的 加油啊 赛罗在荒风峰充满了你们 稍微使出一半的力量 都已经很强了 感觉现在的贝利亚非常吃力 我的天啊 赛罗怎么突然那么大力气的 我使出全部力气还是不行啊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只见赛罗一步步把贝利亚逼出圈外 贝利亚一点反复的力气都没 下面由我来为大家宣布本次的比赛结果 今年的奥特英雄大力王比赛结果是赛罗战队获胜 以2比1的战绩击败贝利亚战队 所以本届的大力王被是属于我们赛罗战队的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据说 每当家里没有大人的时候 就会出现坏蛋小丑来敲你家的门 一旦小朋友深夜听到敲门声 记住千万不要开门 然而 这天贝小黑家的门外传来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 我的天啊 他家今天正好没有大人在家 这该怎么办啊 贝小黑 我听到了敲门声 会不会是你爸爸回来了 你赶紧去看看 不可能是我爸爸 我爸爸今晚要值班呢 这大半夜的会是谁呢 来我家有什么事情啊 这时门外的人回答道 贝小黑你快开门 我是你老爸 我刚刚下班回来呢 可要把我累坏了 你赶紧给我把门打开 这 这怎么回事啊 爸爸不是说今晚不回来吗 贝小黑千万不要开门 这个声音不像是你爸爸的声音 我们还是要谨慎点 小迪家你说的没错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爸爸 哪里来的人敢冒充黑暗大皇帝 你赶紧走吧 我们是不会上当的 哎呀我去 居然被两个小屁孩给识破了 我告诉你们 其实我就是拐卖小孩的坏蛋小丑 你们要是不开门 我就用火把你家给烧了 看你们出不出来 到时候你们还会被火烧得很痛 乖乖的听话 或许我还能温柔点对你们 你想的美呢 我们才不会开门 那你们就走着瞧吧 方高 小丑真的放火了 小迪家 我们赶紧走 快点跟我到富翼楼去躲一躲 这两个小兔崽子还挺聪明的 但是也难不倒我 一会等我进去了 照样能抓住他们 两个小奥特曼又可以卖个好价钱了 被小黑怎么办呀 我可不想被小丑抓走 也不知道被他抓住会把我们怎么样 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小迪家 你别害怕 我现在就给我爸爸打电话 喂 被小黑 大半夜的不睡觉打电话给爸爸有什么事吗 爸爸 不好了 小丑来家里抓我们了 我们识破了他的诡计 现在他正在用火烧咱们家的门口呢 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了 你赶紧回来救救我们吧 我好害怕呀 爸爸 要是我们被他抓走了 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什么 坏蛋小丑竟敢来我堂堂黑暗皇帝家捣乱 当我贝利亚不到是吧 你给我挡着 被小黑 你们给我坚持住 我这就赶回家收拾他 可就在这紧急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由于贝利亚巡逻了一个晚上 身上的能量已经不多了 没有足够的能量 他就无法快速回到奥特小镇 被小黑他们就危险了 我的能量不多了 为了孩子的安全 小伙伴们帮帮我吧 拜托了 我要向地球的小乖乖借点光之力量来提高我的速度 谢谢大家了 被小黑等着我 老爸这就回去 糟糕 这一天奥特小镇发生了紧急事件 光之国的消防员火速赶往现场 我的天哪 我的孩子还在房子里面啊 谁去救救他呀 里面那么大火 后果不堪设想啊 这该怎么办啊 消防员 你赶紧救救他吧 求求你了 可恶 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火灾 徒弟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报告师父 火势太大了 情况不容乐观 估计还要好一会才能灭掉 这样的操作都灭到什么时候啊 不行 等不及了 里面还有孩子呢 我得赶紧去把人救出来 就这样 赛罗消防员冲进了熊熊大火中 一群队员们都惊呆了 因为这样实在太危险了 很快 赛罗就找到了那个 被大火困住的小孩 他的情况非常紧急 已经被大火包围住了 孩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是消防员赛罗队长 你不要紧张 请你相信我 相信光 我会安全带你脱离危险的 我的天啊 就在赛罗带着孩子 准备冲出着火点的第二层后 却发生了意外的情况 一个房间里的物体 发生爆炸了 冲击力真的太强了 糟糕 我就快坚持不住了 这时的赛罗 被悬挂在半空中 全靠他一己之力 在坚持着 只要他双手一松开 身后便是万丈深渊 真的太危险了 我们赶紧给赛罗加加油 打打气吧 就在紧急关头 赛罗想起了他心爱的家人 终于学完奥特技能了 我要赶快去告诉爸爸这个好消息 他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赛罗哥哥 我今天做了很多很多你爱吃的美食 下班了 记得早点回家哦 不行 我一定 一定要坚持下去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赛罗消防员 你怎么样了 没事吧 我的孩子啊 非常感谢你救了我的孩子 孩子平安出来了吧 师父真是了不起啊 我已经将面火了赛罗师父 兄弟们都等着你收队准备回家呢 赛罗师父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快醒醒 快醒醒啊 你不要吓我们啊 赛罗师父 赛罗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被救的孩子 他并没有什么大碍 然而赛罗却因为救援而失去了一大半的光 现在陷入了昏迷中 感谢我们伟大的消防英雄 感谢危险中有你们逆光前行 用生命去捍卫生命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 只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罢了 赛罗奥特曼 你一定要平安无事 小赛罗 你在哪里啊 爸爸真的好想你 你快点回来吧 有没有好些人见过小赛罗啊 有见过他的人 麻烦你帮我叫他赶紧回家吧 我已经找了他一个月了 我都快坚持不下去了 相信光的小伙伴 给我三朵小鲜花安慰安慰我吧 赛罗真的非常难过 可是 小赛罗怎么会消失不见了呢 原来就在上一个月 一个平均无奇的周末 一群小奥特曼在一起开心的玩耍 小迪家 我们一起来唱好听的歌吧 听说相信光的小伙伴 都喜欢听奥特曼唱歌呢 你说的是真的吗 小赛罗 但是大家都说 奥特曼歌 只有男生喜欢听 女生不喜欢听 我都不想唱了 小迪家别这样 只要我们用心去做一件事情就行了 努力了就是最棒的 毕竟 谁都做不到 人人都喜欢啊 我们赶紧来上一首好听的歌吧 大家一起来数一数 这首歌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奥特曼吧 Woo I'm always down and ready to ride One by one, billion by billion And holding up half the sky Raise your hand if you're ready and willing If you know it's time Time for a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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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还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到底要走去哪里呢 小赛罗 这时的小赛罗 感到非常迷惘 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是谁 也不记得这里是哪里了 他漫文陆地地走着 就为了寻找一些答案 可这并不能让他想起什么 他越走越远 逢人就问 可大家都觉得 今天的小赛罗非常奇怪 怎么好像什么都忘记了那样 就是没有人知道 他是吃了陌生人的汉堡 没有人知道他是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他是发生了什么事 就这样 小赛罗越走越远 他来到了益次元山谷 询问了小鹿他的姓名 又走到了花果山 他遇到了大名鼎鼎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小赛罗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你怎么会来这里找我的 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原来我叫小赛罗呀 那我是来自哪里的呀 你是谁呀 你认识我吗 小赛罗 你是不是要欠揍了 我们可是好朋友啊 以前我也帮不少你呀 你还装不认识我吗 我真的太生气了 对不起啊 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 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再继续走走看 我的天啊 小赛罗居然走到了怪兽的山洞 这可千万别有什么事啊 你好啊 两位帅哥 你知道我是谁的孩子吗 你们可以帮帮我去找爸爸吗 这可把怪兽们吓了一大跳 这小赛罗又有什么鬼主意 我们才不上当呢 还想让我们去找你爸爸 那不就是去找打吗 我们又不是傻子 才不会在你这一生生的帅哥中迷失自我呢 不是啊 我是真的需要你们的帮助 你们认识我吗 去去去 别来吵本大爷 我可没空理你 这时的小赛罗居然来到了怪兽村 但他似乎也不记得什么是怪兽 什么是奥特曼了 只见他又找到了三个怪兽 便把刚才的那些问题 又对着这三个怪兽问了一遍 怪兽们都惊呆了 他们觉得这个小赛罗肯定是来骗人的 都不愿意搭理小赛罗了 真的是烦死了 怎么有的人说的话就是奇奇怪怪的 有的人还不愿意搭理我 这该怎么办啊 我到底是谁 我的爸爸叫什么名字 我的家又在哪里啊 谁能帮帮我呀 另一边 赛罗和格力乔还在不断寻找小赛罗 却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他们浑然不知小赛罗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失踪呢 格力乔从白天找到黑夜 他非常的担心害怕 但是为了找到小赛罗 他还是强忍着泪水不断地奔跑着 希望能够快一点找到他 小赛罗 小赛罗你在哪里啊 你快点回来呀 泽塔 你有见过小赛罗吗 他有没有来过你这里 小赛罗怎么了 我没有见过他 小赛罗不见了 我和你师父找了几天几夜了 还是没有找到他 糟糕 那该不会又是贝利亚做的好事吧 你赶紧去找贝利亚看看 是不是他抓走了小赛罗 没错 一定是贝利亚 我得赶紧去看看 贝利亚 是不是你抓走了我的小赛罗 你赶紧把他交出来 冤枉啊 我可没有抓过小赛罗 我最近可不做坏事了 我答应了相信光的小伙伴 以后要做一个好的光明奥特曼呢 昨天一个晚上 我都在KTV里面打工呢 不信你看 我是贝利亚小淘气 打得光之果牙齿掉满地 为什么我长得如此美丽 拖拉机却拿我当个空气 果然 贝利亚没有撒谎 这可怎么办 就连最后一点希望都熄灭了 格利亚非常难过 我的小赛罗呀 你快回来吧 爸爸妈妈真的好想你啊 我的天啊 赛罗奥特曼 居然被一群奥特曼击倒在地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赛罗奥特曼啊 你赶紧滚吧 你根本就不配当奥特曼 快点离开光之国吧 别留在这里丢人现脸吧 往日的奥特兄弟居然反目成仇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原来就在昨天 非暗军团又在密谋一些坏主意 赛兔子真的太讨厌了 每一次都是他在坏我的好事 我必须得好好教训他一次 据说相信光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个赛兔子 我绝不允许 要是大家都来喜欢我 那该多好啊 这样就没有人再给我扔狗头了 所以我要让大家都讨厌赛罗 让所有人都离他而去 这样他肯定会承受不住这种失落感 不用多久 他绝对会离开光之国的 哈哈哈哈 想想都非常开心 我现在就把我新研究出来的黑暗能量 输入在你的体内 你就负责去把赛罗引诱出来 然后再传输给他 这样我的计划就轻而易举的成功了 老大 我可打不过赛罗啊 笨蛋 谁让你跟他打呀 我这最新型的黑暗能量 只需通过声音传播就能进入他的身体 只要入侵了赛罗的身体 那就会随时随地散发出厌恶能量 认识他的人都会讨厌他 哈哈哈哈 我倒是要让他尝尝 被所有人讨厌的滋味 哈哈哈哈 我真的是太聪明了 好了 传送完毕了 你快去吧 好的老大 我这就出发 第二天一早 贝小黑就慌慌张张地跑来赛罗家 赛罗叔叔不好了 你快点去看看吧 又有怪兽来奥特小镇捣乱了 贝小黑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在哪里看到怪兽了 我看得千真万确的 他还在那里制造噪音呢 搞得我都没办法好好学习了 你赶紧去管管吧 好的贝小黑 我这就出发去收拾他 很快 赛罗就找到了贝小黑说的怪兽 我的天啊 还没等赛罗反应过来 黑暗能量就已经入侵赛罗的身体了 赛罗居然浑然不知 还在尽心尽责地收拾这个可恶的怪兽 赛罗 你饶了我吧 第二天赛罗还是和往常一样 早早就来到奥特广场 给小奥特曼们上音乐课了 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又来教你们唱一首奥特曼歌 喜欢听的记得收藏起来慢慢听 今天我们来唱一首奥特曼的歌 初代做分塞文杰克雷欧要记得 伸出你的手 嘿 跟我一起走 呜 唱出你的生命奏 那完美的节奏 特罗布贝利尔阿富 特里加斯高的蒙比尔斯 特里加加古拉西卡里雷切都 皮革的莱特色斯 利布的泡巴的强尼亚斯 盖达斯塞亚斯 先斯提斯 奥特之夫 托莱吉尔 维克德里 阿斯特拉 麦克斯 埃克斯 拉伊斯 莱尔斯 尤里亚 雷格鲁斯 泰罗 泰加 高斯 芳 马 盖雅 和银河 爱 世界的 奥布地加 泰拉 和泰罗 拉拉拉拉拉拉 嘿 哲他 别忘了 呜 逃下了不可怕 要勇敢 学会向奥特曼 战胜自我 太难听了 太难听了 赛罗身体里面的黑暗能量已经开始起作用了 这时 贝利亚竟然对赛罗出手了 也太难听了 居然还敢来这里叫大家唱歌 什么办意啊 就是就是 太难听了 赶紧走吧 看到平时自己用心教导的学生 竟然都这样说自己 哼 赛罗非常的伤心难过 自己一个人在路上走着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哼哼 赛罗走累了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就躺了下来休息 嗯 哥哥 你快看啊 那里躺着的 不就是那个讨人厌的赛罗奥特曼吗 他怎么会在这里 没错 就是他 让我去给点颜色他看看 没用的赛罗 竟然还敢说自己是奥特大英雄 真的是太恶心了 快点走吧 出来玩还遇见你这个赛罗 真是倒霉 妹妹我们走 被打之后的赛罗 拖着疲惫的身体 连忙赶回家 他觉得 今天发生的事情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我不是大家都喜欢的赛罗奥特曼吗 怎么今天大家都要这样对我啊 算了 还是不跟他们计较了 就当今天倒霉了 赶紧回家吧 回到家的赛罗 本想可以躲开这些凡人的事情了 没想到的是 小笛家又找上了门 他找赛罗又有什么事呢 你怎么还敢回来光之国呀 嗯 你赶紧走吧 我们大家都讨厌你 小笛家你今天怎么说话 没大没小的 你怎么了 就你这个赛罗 还值得我去尊重吗 光之国的所有人都讨厌你 大家都盼着你赶紧消失呢 胡说八道 我可没空在这陪你颠 小笛家你还是快回家写作业吧 我去找你爸爸玩玩 顺便让他今晚好好教训一下你 这时一群奥特曼正在讨论银河护卫队的事情 赛罗正好赶了过来 兄弟们 大家都在啊 在讨论什么呢 有什么任务尽管安排点给我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这里不需要你了 你赶紧走吧 你的位置 就让特曼家去代替吧 快滚吧你 好你的迪家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这有什么不能的 你已经不再是往日的赛罗了 大家都非常讨厌你呢 你还是不要在这里出现了吧 兄弟们揍他 你们怎么能这样做 真的太可恶了 赛罗伤心的离开了 可不料没走多远 又被怪兽给拦住了 由于黑暗能量在他的体内 赛罗一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了 只有任由怪兽们摆布了 哈哈哈哈 今天这个没用的赛罗 终于落在我们手上了 再也没有人来救他了 真好玩 我们把他带回去吧 拍他一大堆丑照 让更多人讨厌他 就这样赛罗被怪兽们带走了 然而另一边的小赛罗也不好受 没有赛罗奥特曼的守护 每个人都欺负他 小赛罗你快走开 我们看见你就烦 大家才不想跟你玩 你就像你那个没用的爸爸那样 讨人厌 听到小伙伴们说的话 小赛罗只有伤心欲绝地跑掉了 可刚走到半路 又被怪兽们拦了下来 他们对小赛罗也是毫不客气 对他拳打脚踢的 小赛罗啊小赛罗 挨打的滋味感觉怎么样 以前你爸爸就是这样打我们怪兽的 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来救你了 哈哈哈哈 赶来欺负小赛罗的怪兽 一波接着一波 真的是太可恶了 小伙伴们快点给小赛罗一朵小鲜花 安慰安慰他吧 继续继续 今天不做够三万个俯卧生 你就别想离开这里 哈哈哈哈 收拾小赛罗真的太过瘾了 这该怎么办呀 难道真的没有人能帮得了赛罗 解除这可恶的黑暗能量了吗 正义的奥特曼 可不能被怪兽这样欺负啊 小伙伴始终相信 光明一定能战胜黑暗的 可这一切都没有用了 他们对赛罗奥特曼的所作所为 再加上奥特曼们对赛罗的言语攻击 他终于坚持不住了 我真的太难过了 我实在想不明白 大家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我 还说我不配做光明的奥特曼 可能我以后再也不会回来这里了 我要离开光之国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大家这样讲话了 以后 你们再也见不到赛罗奥特曼了 再见了小伙伴们 我的天啊 难道真的没有人来挽留一下赛罗奥特曼吗 快点来人帮帮他吧 这一切可都是黑暗军团的阴谋啊 大家赶紧给赛罗传说666能量 帮他去除体内的黑暗能量吧 带脱了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